大家好,我是美來 今天又來大家玩玩玩具這個環節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的是這隻 大家都見到的了 就是普羅米修斯的太空服工程師 以一個細節位來講 首先這條象臂是做得很漂亮的 而這個位置採用了懸架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看起來是軟熟的 至於可動性方面 其實已經是屬於很落後 已經不符合現在人的追求那種可動性 大概就是這樣的可動性 而這個位置其實是可以動的 但是因為太緊了 所以我懶得動 而手部的可動性基本上是90度 這個位置是有得轉動的 但是你說它可動性高 其實它不算高 而它後面這些細節位置做得很漂亮 LUCKER在細節方面其實是比較出色的 但是如果以現在人的追求一種可動性來講 這個東西已經是不符合 現在的可動性審美要求 而普羅米修斯這個系列 我未來印象中是出了大概五六隻 然後已經斷了市 而這個東西如果現在要再追回 其實都頗為之比較貴的 所以我老實說 如果不是極度喜歡普羅米修斯這個系列的人 我是不推薦去收的 但是如果是很喜歡普羅米修斯系列 又不想錯過這一款作品 是可以去追回 而LUCKER的系列 為什麼我不跟大家介紹這個包裝 因為LUCKER系列的包裝 是屬於掛卡式的 一開就基本上是爛的 所以它是 基本上等於開了盒 盒子已經是沒有用的 所以屬於掉了 但是這個東西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買回來 要小心這個位置 這些吸管的細節位 是很容易很容易會弄斷 但是呢 如果以那時候的技術來說 LUCKER是交足功課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裡 你們看一下 它這些細節 是很出色的 真的很出色 基本上今期的影片就是這樣 下期我可能會跟大家介紹的是 它另一個版本 就是除了太空服的 那個剛頭老闆本